你可以做這樣的安排 慢慢的再去做一些微調 每個細節當中有時候或許 你看不出來我到底修正了哪裡 事實上都有微微的改變 如果你螢幕更好一點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那些細微的一點點的小小的變化 所以畫插畫的時候 其實蠻重要的是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買一個好螢幕 我覺得螢幕比主機還能更重要一點 主機部分只要跑得動 跑得動這套軟體部分 我覺得基本上都可以接受 可是螢幕部分的解析度 或者是螢幕本身的一個整個效果本身 如果不是超強能力的情況下的話 那就會造成你看到顏色或許是不準的 所以常常有學生在投稿的時候 出版社跟他講說 顏色偏髒或偏亮或偏紅偏黃 這些因素之下 他會覺得 欸沒有啊 我的螢幕看起來就是很正常的 為什麼出版社都一直講我的螢幕 顏色圖的效果不是很好 有時候是你看不到的問題點 是因為螢幕本身的一個品質 並不是很好情況下所發現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從事這行當中的入門 包括當然就是數位版啊 盆頭正道軟體在這所謂的一個螢幕部分 這地方 差異性 那瓦康部分來說的話我覺得 瓦康數位版來說的話我覺得 可以買六層八或者六層九 這比較大塊一點點 他的感壓本身會比較 比較多一點 他支援的是1027 應該是1027 反正我記不太清楚了 其實我就不會背書字了 但是他的感壓部分是真的比較 比較敏感一點點 所以在做繪製當中 也力道的表現就更比較容易表現的更多變化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的比較小塊一點點 他比較適合畫慢畫 那畫真人的時候反而會比較吃力一點點 因為真人皮膚部分的走向是變化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顏色當中 如果我們每個顏色都要微調微調當中 你會發現非常吃力 那有些地方我們可以用力道的表現 深更淺 所謂的立體的表現 可以用力道的表現的話 有些人你在選顏色 可以比較單純的來做處理 但顏色我還是不斷地做改變 不斷地吸顏色 不斷地做微調 不斷地去做一個加強 角度部會也不斷地做翻轉 去看一下整體的一個效果 今天我把這個人 比較的身體動作當中 肢體動作比較挺一點點 所以他感覺就比較有自信 他表情當中 還有一點微微的滄傷 這部分就是一個好像戰士 戰士他本身面對戰爭 他可能事實上是有把握打敗這個戰場 去贏過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講 贏過這個戰場的這個勝利 但是他覺得戰爭本來是不應該的 但是因為生活當中必須面對 題外話 只會根本想說表情 你要知道你這個主角 今天生存在什麼地方 來做一個表情的刻畫 如果今天在一個戰場當中 你表現是一個微笑 當然他是充滿自信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戰身本來就是殘酷的 所以我不會表現太過於微笑的部分 反而有點哀傷 但是有點自信 兩者來做搭配出肢體動作 會影響到他整個人的一個自信的一個效果 那現在我一樣還是把頭髮部分 再做一些微調動作 好 光線 這時候我們再看一下 整體部分 這時候我們頭髮部分還是有陰暗面部分的轉折點 所以顏色部分我們再加深一點點 讓它轉的一個部分 會比較凹下去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要畫一張圖 月色的地方 我們可以當作是一個比較凹的一個狀況 月亮的地方就代表不要突出 也就代表說 今天我們受到光眼最強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鼻子 那鼻子之外 就是額頭部分 還有所謂的什麼 顴骨 只有在人中 這幾個顏色當中 都會受到光源的一個照射 那當然我們在做畫的時候 這個要考慮到這個地方 那凹下去的地方 包括下巴 包括我們以鼻子所產生的一個影子部分的一個形狀 這部分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好 那現在我基本上就把盔甲部分的一個設計 先設計一下它的一個基本造型 雖然畫的不是很公正 因為我覺得盔甲有時候太公正 沒有戰爭過後的一種艙傷 所以我大概表現出來的是比較一個造型而已 從這個造型當中去增加了它的光線 簡單的設計 但是讓它有一點質感的表現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很簡單 但是把它加質感之後 會讓你覺得它整個效果就會變成更有味道 並不是複雜就是好 比如說簡單的時候 反而會讓你覺得更有效果 那這張圖其實我失敗了大概兩次 那兩次當中基本上今天錄製這個影片的時候真的花蠻多 這張圖是難得有失敗好多次的一個經驗 那失敗的理由是有時候是表情 不過於生動 再來就是盔甲部分設計太過於複雜了 反而產生了一些我覺得加油添醋的效果 那整個質感也沒有表現非常好 那整體當中我就一直錄完之後 隔天就看還是不滿意 再重錄一次 再重錄一次 那到今天這張圖當中整張錄完之後 反而這張圖事實上盔甲是設計的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是我反而比較喜歡這一張 因為我覺得這一張比較有畫味 那整個筆觸當中 會表現得出一些漸層的變化 之後我選了這張來做一些教學的影片的一個介紹 就主要是我覺得這張反而比較讓我比較喜歡它的節奏 這張圖在做畫過程的那種節奏我還蠻喜歡的 但長相來說的話 並沒有比我前兩張畫出來長相來得更討喜 這個我有感受到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一張的味道 所以有時候我並不會只保留帥哥的長相 才跟朋友跟學生做介紹 而反而是去畫出一些有特色的人物來做一些表現 現在還是在做一些盔甲的設計 邊設計的時候 邊去感受它光線的照射 從我們的今天的光線部分 是從左上的腳微微的設下來 那它會影響到什麼樣的光線 對形狀部分 你必須很清楚的明白 你現在的光源從哪裡照射出來的 現在頭髮部分 稍微做一個表現 比出當中 有時候你是從上往下 有時候是從下往上 都是可以的 並不一定都在同一個方向 線條當中 有青有淡 所以我顏色現在選得比較亮 但是你會發現我現在力道放輕的時候 它顏色偏比較暗沈一點點 所以在運用意義道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部分 包括頭髮的一個走向 有風吹的時候 它造成什麼樣的方向 那頭髮當中還是有影子這東西 所以說我們還 我們畫了上面的頭髮的飄逸的地方 然後考慮它的下面部分 會有受到一些影子的影響 造成比較暗沈 慢慢的去做一些其他的整理 這是很反覆的 但每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因為它都是需要小心一點去整理它 才能讓紙皂頭更增加豐富 細節 眉骨在做個加強之後 它的表情 就會稍許不一樣 雖然我們還沒畫眼睛 但是在骨頭部分 眉毛的走向當中 不斷地去做一些小小的變化的時候 你會發現表情不斷地去做一些改變了 也許可以給它 也許可以讓它進入 再去做一些改變 再去做一些改變 一些改變 關於這次的改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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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設計更複雜一點 你就花一點時間再去做一個刻字 刻畫的動作 去做一個細節上的雕刻 都可以把它做得更細緻 那這個都是看每個人的表現 這時候再加一個黃色的光線 代表的光源 還蠻強烈的 不同的鐵有不同的質感的表現 所以今天這三塊的地方 我都用了不同的一個處理 包括衣服部分 它光線就不是這麼亮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設計衣服的時候 也不知道這時候這個影子 到底要用什麼顏色來做處理 沒關係你先把它的皺褶跟陰暗面部分做個表現 之後你要版面色彩的話 都可以用其他筆來做改善